黑人女孩正在富人区跑步 却被白人警察当成了小偷 警车见了女孩一身水 一名警察还粗暴地将她摁倒 女孩不停解释 说自己就住在这个小区 可是警察根本不信 直到从女孩身上搜出同围警察的证件 白人警察还是毫无歉意 不懈地开车走了 爱丽很愤怒 却又十分无奈 因为她是黑人 爱丽是一个退伍老兵 今天是她第一天上班 凯文是她的搭档 他们开车缓缓地行驶在黑人区巡逻 一个黑人恶狠狠地盯着爱丽 眼神中满是敌意 凯文已经见怪不怪 她提醒爱丽 你离开太久了 不了解情况 这里的事你绝对不能插手 就连警察都不出这边的警 除非警察在这里惹了麻烦 爱丽原本是在这个区域长大 看到她穿着警服 就连小时候的玩伴都对她充满敌意 他们走进一家超市 凯文拿着东西说了声谢谢便离开 显然她经常这么干 黑人老板已经司空见惯 但爱丽还是把钱塞进了盒子里 将执法记录上传后 大家都准备下班 凯文被通知今天加班 但今天凯文有家庭聚会 想让上司换个人 爱丽看着凯文温馨的全家福 主动提出代替凯文加班 于是爱丽和自己的新搭档老黑 开始了巡逻 很快他们就在路边看到一伙人在打架斗殴 爱丽冲进人群控制住了领头的黑人 让她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爱丽还没发现 另一个黑人正慢慢向她靠近 幸好老黑及时发现 将她死死地按在车上 接着又掏出枪 老黑没必要这样让老黑助手 然而老黑立马就从对方身上搜出一把手枪 爱丽无话可说 事后爱丽向老黑道歉 老黑告诉她 从你穿上这身警服那刻起 你和那些家伙就已经不是一家人 我们才是 爱丽连连点头 但老黑知道她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 这时老黑的电话响了 她遮遮掩掩地接完电话 告诉爱丽有人报警 但是出警电话怎么会打给老黑 不容爱丽多想 老黑开车带着她来到了一个废旧发电厂旁 老黑声称要去见个县人 让爱丽在车里等着 老黑独自走进了发电厂 这时 一个小偷正在偷前方车里的东西 爱丽大喊一声 小偷把腿就跑 爱丽打开了执法记录仪 慢慢地靠近前车 突然发电厂里传来一声枪响 接着又一枪 难道是老黑出事了 爱丽连忙拔枪冲了进去 然而眼前的一幕让她难以置信 地上躺着两具尸体 缉毒队长马龙正向一个黑人小伙逼问些什么 很快黑人小伙也被马龙击毙 爱丽不知道马龙为什么如此残忍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老黑发现了她 责备她为什么不带在车里 几人还试图解释 突然一个警察向爱丽连开竖枪 爱丽中枪后掉了下去 马龙愤怒地质问警员为什么开枪 警员说因为她有执法记录仪 事已至此 马龙只能让警员去把执法记录仪找回来 警员来到楼下 却并没有看到爱丽 只发现了她的枪 黄弹背心帮爱丽躲过一劫 但三人还是对她穷追不舍 爱丽的手机放在了车上 想用对讲机向调度中心求救 却被马龙搪塞了过去 爱丽向附近的居民求救 可大家都害怕引火烧身避之不及 爱丽躲在一个角落 她还不知道队长已经调集人马扩大搜索 要不然他们都得玩完 爱丽趁机跑到之前的超市 老板本不想惹这个麻烦 可是警察一进门就将她按道 对她毫无理由地搜身 还用枪指着她的脑袋让她闭死 明明自己安分守己 只因为是黑人就遭到不公平对待 老板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因此她并没有告发爱丽 爱丽给搭档凯文打去了电话 并约定了会合地点 爱丽把目睹的一切告诉了凯文 并说要拿证据去举报他们 可凯文却劝她不要和马龙作对 因为你只是个小警察 爱丽立马有所警觉 因为她根本没说违法的击毒警察的是谁 她先一步抢过凯文的枪 凯文告诉爱丽 那三个小孩其实是毒贩 马龙每次缴获毒品都会拿一半去卖 但是最近上头严查 马龙担心查到自己 所以才杀人灭口 爱丽将凯文靠在方向盘上迅速逃离 爱丽逃到了超市老板家里 她恳求对方能让她到家里避避风头 而马龙在上司面前 把几个黑人小孩的死栽赃给了爱丽 更可怕的是 其中一个小孩是帮派大哥的侄子 在马龙的煽风点火下 爱丽即将遭到黑白两道的追杀 而马龙调取了超市的监控 发现了爱丽的踪迹 接着就冲到了超市老板家中 二人从后门逃了出来 没走多远就遇上了帮派小弟 上来就是一阵秃秃 虽然两个小弟被解决 但是超市老板腿上还是中了一枪 超市老板告诉爱丽 她的腿受伤了 她不想拖累爱丽 说着就一蹶一拐地走开了 可是刚走到巷子口 就被帮派的人抓走了 爱丽很绝望 唯一一个愿意帮她的人 却受到了她的牵连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留给她伤心 超市老板被吊起来严刑拷打 她始终在为爱丽澄清 而爱丽也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她录视频说明自己的身份 希望捡到执法记录仪的人 能够把她交给盐帮调查局 接着把记录仪和枪藏了起来 为了救出超市老板 爱丽孤身一人来到黑帮的据点 迎接她的是百般羞辱 不过她早已经有心理准备 一个大老黑过来就给了一拳 老大更狠 上来就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然后一把将她扔进浴缸 套出枪就要解决掉她 爱丽不停解释 说是缉毒队长马龙杀了她的侄子 她的执法记录仪记录下了一切 如果她说谎的话 没必要自投罗网 老大冷静了下来 问她执法记录仪在哪里 爱丽提出要先看看超市老板 黑老大派人拿回了记录仪 经过小弟的破解 黑老大侄子被马龙杀害的视频出现在眼前 黑老大这才明白 她一直被利用 爱丽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是门外却响起了枪声 警局清朝出动打算 把他们一锅端 双方展开了火片 爱丽拿走了记录仪 黑老大让二人先走 她要为侄子报仇 虽然黑老大在力量上占优势 但还是被马龙开枪打死 面对大批警察的围捕 二人已经走投无路 他们要怎样才能把执法记录仪带出去呢 超市老板想到了办法 他穿上爱丽的防弹背心和警服 带着记录仪混入被捕的黑人当中 凯文认出了她 但是没有揭发她 超市老板偷偷走出人群 开车离开了这里 接着又偷偷进入警局 将执法记录仪的内容上传到服务器 另一边的爱丽却遇上了马龙 向她穷追不舍 爱丽找准机会 突然将马龙从阳台推了出去 就在马龙去捡枪时 爱丽抄起钢筋狠狠地砸向马龙 马龙一脚将她踹倒 就在马龙要捡到枪时 一个女人将她一脚踢翻 儿时的玩伴开始相信爱丽 就在爱丽接过枪时 大批警察用枪瞄准了爱丽 爱丽不得不放下枪 马龙还在逼问纪录仪的下落 超市老板已经把视频上传完毕 上次看到了视频 立马下达了命令 爱丽被证明是无辜的 马龙想要杀掉爱丽 却被身后的凯文一枪打倒 凯文终究选择了正义 马龙等人被抓了起来 抓住他们也许改变不了警察的风情 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